这又是一种可怕的气体 一旦不小心吸入体内 三秒钟之后就会口吐白目 五秒钟之后便没了气息 更可怕的是 人们起初并不知道毒气的厉害 有围观群众甚至还跑上前去合影 而结局可想而知 这张照片成为了他们最后的遗仗 毒气也是厉害 没一会儿被淹没了小半座城市 人们也终于在慌乱之中醒悟过来 纷纷紧忙逃窜 生怕一个落后就会被毒气给带走 大壮演见情况不对 赶忙阻止所有人往楼上跑 可是自己的侄子却跑过来说妈妈不见了 原来她的妈妈打算驱车逃跑 可等她回头一看 毒气已经蔓延过来了 她赶紧下车往大壮方向跑 却一不小心跌倒在地 吸入了有多气体 好在大壮赶忙将她背离了街道 被毒气影响不深 众人一股脑抢救之后 情况才算有所好转 大壮和小美制作了担架 她的女人就往楼上跑 可是楼顶的门被紧紧翻锁 这时经理才想起来 钥匙落在了一楼大厅里 毒气早已蔓延进酒店 想要下去取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如今之际 只有从外面打开门 大壮与小美赶忙来到楼下 大壮的计划是先跳到对面 再借力荡回来 爬上楼顶从外面开门 于是她开始疯狂砸玻璃 奶和玻璃太厚了 根本不是那么容易砸碎 她紧接着又试了几次 随后以多年生铁饼的姿势 旋转720度后向外跑出 玻璃城攻碎裂脱落 大壮找来一块绳子 先将一头固定在腰上 另一头则是绑在房间的柱子上 一切准备休息后 她的父亲却在这时赶了过来 得知大壮的计划后 说什么也不肯让她冒险 眼瞅着她的妈妈也在往这儿靠 大壮明白再过行动 大家伙就走不了了 于是乎一鼓作气 好在大壮及时抓住了 可是房间里的爸爸急了 慌不择路竟然去扯绳子 殊不知这样做更危险 好在大壮及时开口制止 他们才慢慢松开了绳子 大壮也终于爬了上去 随后她先是观察了一下路线 再把钢管丢上了天台顶上 想被此时也意识到了什么 回到房间里 张洛找了一些东西 随后全都丢给了大壮 大壮打开一看 里面有个锁扣 还有两盒粉笔 刚好可以做成防滑粉 一切准备就去后 大壮出发了 男人一声怒吼 紧接着就往对面大楼跳了过去 危急情况下 还好抓住了柱子 才不至于掉了下去 他先将绳子缠绕在柱子上 随后慢慢往上移动 这时好不容易倒了转角 绳子却不够长了 大壮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解开保护的安全绳 接着的每一步 他都是在拿生命在堵 眼瞅着终点在即 大壮却想到了学生时难 自己攀岩时也是临门一脚失败 现在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大壮一鼓作气 一跃而起 好在这次 有惊无险的成功了 他赶紧跑到楼梯口 将房门打开 所有人才有惊无险的来到楼顶 此时有架直升机 从他们头顶掠过 他们着急慌忙求救 可是声音都还没有螺旋桨大 根本传不上去 小美这时想了个主意 他们掏出手机 打开闪光灯 开始有规律的朝直升机挥舞 小美甚至直接找了灯牌开关 通过控制开关来发出求救信号 功夫不负有幸人 直升机发现了他们 就在登上救护栏的时候 直升机却显示超载了 眼下只能再近一人 小美和大壮开始推脱了起来 里头的老爷子还在嚷嚷 要给年轻人同位置 小美已经主动放弃了这次机会 大壮愣了一下 望着眼前阿联多年的对象 大壮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他一把推开了家人 选择留下来陪伴小美 得到直升机飞走后 小美才开始哽咽 毕竟这种情况下 谁又不想活下来呢 很快又有一辆直升机出现 他只朝着另外一栋大楼飞了过去 那里更高 求生者更多 眼瞅着毒气慢慢上升 他们决定往更高的建筑上爬 他们先是来到楼下 收拾了一些必备品 随后换上防护服 等他们来到楼顶 毒气也已经蔓延到了这个高度 小帅看了一眼倒计时 自己过滤网的有效期快过了 他先给自己换了个新的 随后推开小美跑了过去 不明所以的小美 只能边马扎男边往上跑 好不容易爬上来后 小帅先从一旁的楼梯爬上去了 原来刚刚也是他给小美找过滤网去了 随后他们来到一家健身房 先是打开风扇 挥舞着把身上的毒气吹散 随后打开窗户 准备跳到对面更高的楼去 可是两栋楼之间有十多米的距离 他们又怎么过得去呢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激励 一旦被农物吞噬 那么将会落入万劫不复之中 大帅和小美 此时被困在健身房内 他们拿着绳子绑着哑铃 随后往对面丢过去 等到固定好绳子过后 小美率先爬了过去 正当大壮准备动身的时候 小美一旁的烟囱却冒出了毒气 大壮指的又退了回去 眼见毒气慢慢散开 小美这时却泛起了难 如果此时松开绳子 那么小帅就再无生怀可能 如果自己还在坚持 那么他很快就会被毒气吞没 就在他还在左右摇摆的时候 一个哑铃穿破毒物 落在了他的脚边 随后一个全副武装的男人爬了过来 此人正式打撞 他们接着往更高的楼层上跑 很快来到了一个露天菜市场 这里有着众多巡人广告牌 最后查出救援直升机呼救 很快便引起了直升机的注意 但与此同时 他们发现对面楼道里 有一群学生被困 权衡力弊下 他们再次仗出了生的希望 二人将广告牌放在地上 随后摆出箭头姿势 指引直升机朝学生方向救援 很快学生便获救了 这也意味着 他们又要往上逃了 此时一下无人机发现了他们 将他们的动态直播在网络上 瞬间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 直到他们翻过一座又一座的高楼 此时一个问题摆在了眼前 前方已经没有路了 后方则是更低矮的群楼 无人机也是因为没电追回了 一时间竟然隐隐陷入了绝境 下面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大壮更是在打滚里哭喊着 在这时 无人机一下下的生气 在没人号召的情况下 所有人都自发前来救援 他们听懂了大壮的计划 将绳子带到了对面大楼 套在了消防水管上 其余无人机则是压低毒物 为他们创造了逃生空间 一切准备救去后 大壮二人套上绳索 准备一股作气滑到对面 不走想 绳子在半锅中卡住 更糟糕的是 绳子开始松动了起来 香味掏出刀子 想要割断绳索机里挡过去 不料绳索机突然脱落 二人就这么掉了下去 很快直升机来到他们上空 一番搜寻都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却发现 塔吊上有火光亮起 原来最后关头 他们落在了塔吊上 也因此成功获救了 故事的最后 大壮将锁扣还给香味 香味却没有接下来 而是让他下次再给他 兄弟们 他们有机会了 此时 天空下起了朦朦细雨 毒气也被雨水稀释 慢慢消失了 电影极限逃生 在任何绝限之下 只要坚持 就都会有希望 不轻易延弃 不轻易放弃 人生也好 感情也棒 祝单身的各位 早日修同正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comun访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